直升一人绷恰恰五月滑倒受伤被迫停工 经过一个半月回到工作岗位 才刚要回到正轨住处又出状况 一人绷恰恰和儿子现在居住在台北市虎林街的这栋房子里面 不过呢门口最近被贴上公告房子竟然遭到查封 白色铁门紧闭透过窗户能看见确实还有居住的痕迹 但屋子外头13号被法院贴上查封公告 这栋房子登基在儿子名下绷恰恰拿去向银行贷款 并且设定最大债主为第二债权人 对方让他们继续住在这 但另一名湖心债主和彭恰恰有90万和50万两笔债务 碰格的儿子也是债务人 债主拿不到钱不愿意协商直接向法院申请查封 经纪人回应双方债务细节并不是太了解 交由法律途径解决 目前只专注在权力帮彭恰恰接工作还债 不过房子被查封 碰格和儿子该何去何从只能靠朋友帮忙 彭恰恰两年前宣布破产后和太太离婚 大安区的房子给了前妻 新一区公寓成了唯一住处 没想到现在又遭到查封 才刚复工又有新的问题要处理 恐怕也让捧恰恰很头痛 TVBS宣承认郭颖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